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给大家聊一下 学习生物信息的话 需要学习哪些计算机的语言 就像我之前在其他视频里说的 我已经从事生物信息学的工作 可能已经有了十几年了 然后据我的经验的话 其实有这四种语言 我觉得你是必须要学习的 在最早的时候的话 可能生物信息学刚刚开始的时候 用Pol语言会比较多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学Pol语言 然后突然Python变得很火了 大家开始学Python R语言的话 有段时间是对统计分析 这R语言非常popular 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来说的话 比如说我招人的话 我一般都会要求他必须要学 至少要懂一门语言 Python或R 这个是两个是必须二选一的 最好是两个都能会 那在生物信息学的工具里面的话 我现在发现就是说R可能会用的越来越多 比如说做一些RNSEC 和Singles RNSEC比较流行的一些软件都是用R来写的 比如说Singles RNSEC Threat 比如说一些可色化的一些软件都是用R来写的 那Python的话也用的比较多 也有一些比如说SC Velo ScanPy 这些做单细胞分析的时候也是用Python写的 Python可能更注重一些Data Science 这方面的Software 这两个语言的话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是每一个学生文信息的人都必须要掌握最少一个语言来的 但真正做一些比较高通量的分析的话 总是两种语言的话还是万万不够的 这两种语言的话Python和R的话 你其实可以都在用个人电脑来做分析 分析你的个人的数据 但是一旦做到高通量的数据的话 这两种语言的话 仅仅掌握这两种语言是完全不够的 你同时还要掌握一些Linux的语言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高性能的比如HPC上面来刨一些大的数据 这个个人电脑一般是不能work 所以你要刨大的数据在HPC上面刨的话 那你必须要掌握Linux 那除了Linux以外的话 一些高性能的计算机的话 你需要找一些job manager 比如说snerm snerm的话可以基本上是可以把你的 特别是你的HPC上面 你有可能有很多个电脑 然后的话你把你的job 就是你的程序的话可以分派到不同的computing note上面去做并行的计算 所以snerm的话是一个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语言吧 你可能必须要会怎么样刨你的数据 在HPC上面并行的刨 对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点赞还有转发 谢谢